正在发生的历史 新闻背后的新闻 新闻调查 新闻调查即将播出难以飞跃的精神病院 一个现实版飞跃风人院的故事 筹划 我从来就不想对这些飞跃 出逃 早晨四点多钟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就跑出去了 被抓 心情非常与伤 诉讼 我还能说是吗 我不打官司 我只拿条路 苦涩的亲情 效忠带累的爱情 新闻调查本期关注 难以飞跃的精神病院 在距离上海繁华的城市中心 20公里的一条小街上 我们找到了上海市青春精神病康复院 这里有一个叫徐维的人 他正等待着法院的宣判 这个判决将决定 已经在精神病院住了将近12年的他 能否获得自由 我没有办法 为什么 家里也不肯闻 医院也不肯放 我还能出去吗 我不打官司 我只拿条路 但是原本定于11月25号的宣判 突然延迟了 法院并没有给出理由 这在徐维的病友中间 引起了各种猜测 他们又跟我说 你肯定输了 法官判决推迟了 这个谁搞得清楚了 你看 徐维的起诉始于一年半之前 2013年5月6日 徐维委托律师将医院及其监护人 起诉至上海银行区法院 请求法院判决被告侵犯其人身自由 而就在五天前的2013年5月1日 精神卫生法开始实施 这部法律规定 精神障碍患者的住院治疗 实行自愿原则 舆论认为 这部法律将会对强行收治 非自愿入院 被精神病等焦点问题进行规范 将有助于保障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 徐维的这起官司被认为是 精神卫生法实施后 全国第一宗起诉到法院的案件 你当时有想到自己成为被告吗 我也想过了 这个结果不管怎样 对我没什么损害 对我没什么影响 如果法院派到出面 我肯定同意 院方告诉我们 这些年徐维的确不止一次向医院表达过出院的愿望 但是徐维当初入院并非自愿入院 而是由其监护人送医的 因此必须在监护人同意的前提下 才能让他出院 徐维所在的精神病院已经开办了三十年 像所有的精神病院一样 这是一个封闭的世界 两座楼 一座是病人的住处 一座用于医院办公 下面一层是病人的活动室 兼食堂 中间一个院子 是平时病人的活动场所 徐维刚来这里时三十四岁 今年他四十六岁 徐维认为他和这里的其他病人不同 我不是就我一个人完全正常 我认为我肯定是最好的一个 徐维就是这些年在你们医院里面 他的病情状况在你们这些病人里头 他属于比较轻的还是比较重的 病情轻重 对精神障碍来说 大吵大闹 不一定病情重 不声不响 不一定病情轻 你说不能通过简单的外贸 外部的特征来判断病情状况 精神活动很复杂 他整单位精神分裂症 偏执性的 这个很难治愈 现在在医院的肩负下 能够配合治疗 这是到吃药的时间了 吃的什么药 路病情 路病情是一种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 主要是镇静作用 吃的药有什么感受吗 我跟你说 我在生理上没什么感受 那医生让你吃 我看你还是挺痛的 对这没办法 你吃也要吃不吃也要吃 你觉得是因为没办法 对 这是谁 徐维是怎么得上精神病的 他的家人 为什么不愿意接他出来 我们找到了徐维家所在的社区 但徐维家已经没有人在这里居住了 老邻居们跟我们介绍了一些情况 澳大利亚回来他不很讲话 那他跟他父亲平时在家里住的时候关系怎么样 他就是出去跑来跑去 有一次好像听见跟他爸爸打架了 邻居告诉我们徐维父母早年离异 徐维的父亲带着徐维和大哥二哥再去 徐维早年曾经到澳大利亚留学 在那里待了十多年的时间 如今徐维的父亲及继母都已去世 他当时的主要症状是什么 症状好像就是他不干活吧 在家里当时 后来听说是他打他的父亲 我好像感觉他是没什么淡妄的 因为澳大利亚回来有点情绪都是真的 大家送到什么军院 是李委会送的了 事情已经过去十几年 现在的居委会主任还依稀记得当时的情形 后来是因为他家属 因为不是到居委会来 到居委会来之后就要求我们居委会帮忙 就是说他们医院就联系好了 就是要送到医院去 因为家里面的话可能不听嘛 你们跟他说的时候他就是就听了 对去去看病去就可以了 就跟他说看病去 对对对对 根据徐维的病例记载 2003年徐维被送医时 主述为猜疑被害被跟踪 无故打人骂人 经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病例中还记载 徐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 并没有认真读书 而是沉溺于赌博 在那期间 徐维就出现了被跟踪患病的症状 这些徐维也还记得 就是有人在我房子受委 比如说我今天跑到这个赌场 他们好像就知道我 我就要到赌场了 徐维自述赌博输掉了几十万澳币 后来在办理移民手续体检时被告知 因为身体的原因没有获得拘留权 几乎身无分文的他被遣送回国 十余年的留学生涯 他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 当时的徐维已经年过三十 回到上海后 他只能与父亲 继母和身体残疾的弟弟 挤在二十平米的家里 这是因为经济原因 经济原因 因为他买菜了 天天就吃青菜豆腐冻瓜汤 青菜豆腐冻瓜汤 三个月 你说你吃得下吧 你当时就有点抱怨 我有一点抱怨 我跟他说 你把钱拿出来给我买菜 我来买菜是他不肯 不肯我两个人就吵起来 就这样一些小事情 徐维自述 在那次冲突中 他的手指甲划伤了父亲的脸 也就是因此 父亲到居委会求助 送他到精神病院 送去以后 就基本上没有了过这个事情 因为家属在 因为当初他爸爸妈妈全部在 还有他哥哥全部在 老书记说 当时居委会只是协助家属 把徐维送到精神病院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 徐维这一走 就再也没回来 这个案子对你来说 你觉得是一个蛮复杂的案子吗 它其实并不复杂 但是它可能就会很困难 杨卫华 徐维的代理律师 他给徐维提供的法律援助 那这个困难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 主要体现在 比如这个精神病院 这么多年来的这样一个惯例 所谓谁送谁接的这样一个惯例 我认为是一个 从监护制度当中推论出来的 做了严重的扩大化解释的漏规 其实如果这种规定 再进一步扩大的话 那就变成比如说 其他的第三方单位送上去的 派出所送上去的 那都可以强制了 只要他不来接 医院也承认不放徐维出院 和他的病情没有关系 如果不考虑这个案件 就是考虑到 他假如说是一个患者 从你们医院的角度来讲 像他现在目前这个状况 他符合出院的标准吗 我可以这么说 他要提出出院 肯定不允许 监护力提出 肯定同意 一定要监护人同意 才允许病人出院 这是否有法律依据呢 我们访问了上海精神卫生中心 谢斌教授 他参与了2013年5月1日 开始实施的精神卫生法的起草 比如说像学位这样的患者 他实际上在精神病院 治疗了一段时间 这是符合出院的条件 医院在接受我们采访 就是如果他是非自愿出院的话 按道理来讲 就是应该谁送来谁另走 这是以前的传统的做法 这个其实也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谢斌介绍 按照精神卫生法第30条 44条和45条规定 除重症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外 其他都应采取住院出院自愿的原则 只要你这个病情稳定了 或者缓解了达到出院标准 个人而且有能力办理出院的话 是可以也可以办理出院的 那为什么徐维的医院 还在按过去的规定执行呢 那我分两步来说 一个就是给他出院 那如果他出什么意外什么 我要担当责任的 对吧 另外一句他没有什么 如果他接风力来找我要冷了 我怎么交代 从你的专业诊断上 明知道我可以出院的情况下 却不让我出院 这个行为是侵权 院长他讲的是什么呢 他更多的讲的是 我03年以来收治你是正当的 那我不放你出去 是有来源之一 不是我的责任 就是不对交了 尽管徐维和他的律师 对打赢这个官司都颇有信心 但是在实际过程当中 却并不顺利 严格讲 从民事诉讼法的角度来讲 当然是因为他7天之内 就得给我一个答复嘛 如果你不立案的话 你要给我一个裁定 对吧 但是本案当中没有 我们也理解法院 他可能也很少遇到这种问题 在提起诉讼之后 迟迟没有接到立案的通知 杨卫华给法官写了封信 最后写道 自由对我们来说 是如此的稀松平常 但在他那里 却是那么遥不可及 他不一定强求法院 支持他卑微的诉求 他只希望能从四公里外的 康复院出来 到神圣的法庭上 倾诉他对自由的渴望 那在这里头每天都做什么呢 吃了睡了吃 按照精神病院的作息要求 六点三十起床吃早饭 之后是自由活动时间 十点五十五时吃中饭 之后午休 一点半之后下楼 活动内容和上午相同 下午三点五时吃晚饭 之后大多护士医生下班 病人则被要求上楼睡觉 直到第二天六点半开始 新一天的循环 我从来就不想等精神病院 我认为我没有必要待在这里 按照徐维的说法 他一直是这个医院病情较轻的一个 他会用手机上网看新闻买东西 他告诉我们 他还一度替医院做一些事物 甚至可以自由出入医院 就徐维的这些表述 我们也向医院做了求证 那时候基本上就是去办什么事 打个招呼 也就放心的 那你们是给什么样的病人 一般这样的待遇 他当时相对比较稳定的 是这样子的 那还是蛮自由的 但是这还不是自由 不是完全的自由 你希望那种比较彻底的 我不希望待在这个里面 徐维说 从入院的那天起 他就一直希望尽早出去 起初他的监护人是他的父亲 但是因为这家精神病院 离徐维家比较远 徐维的父亲不识路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后来已经不能到医院看望徐维 徐维也渐渐没有机会 见到父亲表达出院的要求 后来我就想办法了 我就想办法叫两个人 这里有两个人是外开放的 一个月出去一个星期 我就叫他们到我家里去 把我父亲带过来 他们不敢 他们说他们万一把我父亲带过来的话 他们怕老板以后取消他们的开放资格 所以说他们不敢带 不敢带我一点办法都没了 后来我就想 后来我就想到自杀了 你知道吗 自杀并没有成功 2005年 父亲去世后 徐维的大哥成为他的监护人 大哥的态度成为至今徐维无法出院的死结 我说要带我回去 他说你不要回去 据我会不同意 什么什么什么不同意 他说你住在医院里好 那一个人出去的时候 你当时 你有没有想过 没有没有 没有想过 就是说你出去了就不回来了 没有 我女朋友在里面 在萧瑟单调的精神病院里 这个场景看起来显得特别 这个一直挽着徐维胳膊的女人 就是徐维的女朋友 她也是被家人送来这里治疗的病友 她们的恋爱已经谈了九年的时间 徐维说 因为女朋友 她放弃了大把自己可以逃离精神病院的机会 而是要筹划 带她一起离开这里 首先因为我想逃到广东去 当时没想到跑出来之后回家什么之类的吗 我不想回家 回家还要送过来的 不想回家 我就想跑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大家明明过日子 筹划出逃 攒钱是重要的计划 两个人的低保加上养护补贴 每个月有三千块 每月要交到医院的药费自付部分 和时速等费用要两千多 两个人攒了几年时间 手里有了三万块钱之后 2011年2月的一天 他俩正式实施出逃计划 早晨四点多钟的时候 我叫阿姨把门开开来 我们两个人就跑出去了 那你怎么想到要那个点 四点多钟的时候从这走 四点多钟没有人呀 我说阿姨怎么开门 那么多病人全都看着 我跟她说假话 我说我出去买点心去 买点心 那他没问你为什么带你女朋友一起出去 反正我为了这个 我就在这个之前先让他们习惯 我带女朋友一直出去 然后回来了 你知道 因为在这之前就好了 很多次 很多次我带女朋友出去 然后回来 又回来了 他觉得这个 也蛮正常的 也蛮正常的 当时心里有什么想法吗 没想法 我感到我应该是自己来 徐维带着女朋友 直接去了上海南站 来了七点钟开往广州的车票 但没等火车来 他们却等来了医院追来的医生 那你当时见到医生的时候 你感到意外吗 意外 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的 筹划了几年的出逃计划 仅仅换来了不到三个小时的自由 那回来以后呢 你们两个 回来以后 他们给我们灌在小房间里 即使灌在小荷屋里面进行预缩 这也是正常的 那么就是单位的出行 还给你请证 什么警告处分 什么处分的 对不对 院方说 徐维的这种行为被称作擅自离院 回来之后 一方面对徐维两人调整治疗措施 另外 医院召集了徐维的监护人 也就是他的大哥 居委会 派出所等相关部门 一同开了个协调会 商讨能否让徐维出院 我们也 这个监护人 他如果真的出来的话 你这个监护人 你要尽自己的义务 是不是 你不好意味着推诿 那你跟他哥哥说完之后 这些话 他当时是什么反应 他当时就是我 最好他不要出来 那当时那个 你们在商议的时候 那街道和军委 他们的意见倾向于什么呢 因为徐维大哥的意见 协调会没有取得进展 徐维只能继续待在精神病院 在徐维看来 哥哥之所以不愿意让他出来 是因为经济的原因 徐维说 他的户口还在老房子里 如果出院 是要回家住的 我们到他家了解情况时 确实看到 总共20平米的两间小房 被徐维的大哥 出租给了两户 来上海的打工家庭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你们这个房子 是租的徐家的是吧 是的 那他像他那个房主 他每隔都长时间来 你们这一趟 他们不来 你们是应酬三个月来就要去送房客 每三个月来一次 房客告诉我们 两间房 其中大的一间租金1500 小的租金是每月900 那你个人觉得 这个徐维的哥哥 作为他的监护人 不愿意让他出来 主要是因为 他真的认为他弟弟没有好 还是说 他担心他弟弟出来之后 要住这个房子 或者在生活中 为他添麻烦 可能这个里面两方面原因都有 因为房子问题 肯定潜入到个人的意见 对吧 他这个房子出出去 他弟弟在医院里面 对吧 他认为他毛病没好 好了也不会送进去了 是吧 徐维的大哥究竟是什么原因 不愿意接徐维出院 听说他在广东 我们就拨通了他的电话 你好那个 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 我叫王志安 你到底什么意思 你购送上电视台 怎么021的呢 我现在在上海 那你要有机会 咱们见个面行吗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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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见面1000块钱 1000块钱 一个小时 那1000块钱一个小时 你可以见吗 法院跟你有联系吗 没有联系 家人呢 家人不联系 家人不联系 其实这次打官司之前的2012年 徐维曾经打过一次官司 那次他是想变更监护人 达到出院的目的 当时 他曾辗转联系到了乡下的堂弟 希望堂弟做他的监护人 不料 却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 我那个大伯伯告诉我 说我妈妈到他家里去过了 当年 父母离婚 母亲离家时 徐维只有11个月大 几十年母子离散 在徐维最无望的时候 母亲回到了他的生活 你当时跟你母亲说 希望让他来做你的监护人 他同意了吗 他同意 他同意 他没有犹豫吗 没有犹豫 徐维告诉我们 母亲离婚后生活无拙 已经出家多年 现在居住在江苏如高的一所小庙里 我们找到了他 徐维是您的孩子是吗 是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是可怜 徐维妈妈说 他离婚后曾多次回上海找孩子 都没有找到 没想到几十年后和小儿子联系上时 他是在精神病院里 那你当时看到你儿子的时候 我心里好疼啊 我从小没有设计了母爱 这两个狗狗把他当个墓碑人 把他当个墓碑人 都不懂 我说哪有这样的狗狗呀 哪有这样的人 他财产也没有什么 因为成家的人了 家里都有孩子了 他没有孩子没有成家 他的房子你租给人家住了 我说那不可以这样做的呀 你是觉得他哥哥有点对不起他弟弟 我说他哥哥态心不好 徐维妈妈说 起初他希望通过和大儿子协商 让自己来当徐维的监顾人 我说他商量的啊 他不肯就是实际上不肯 我这个老大叔的 你没有资格带他出去 他是老把福利 都是他替他办的 你养得替他吗 我一个人说不过他呀 协商为国 2012年徐维的母亲作为原告 提请变更监护人一案 送至上海普陀区人民法院 那么我们对于审理变更监护权的案件 主要是看现在的监护人 是不是对他尽了监护职责 或者是在监护过程中 有没有侵犯他的权利 那你觉得从一个法律角度来讲 他哥哥到底有没有尽到自己的监护责任 这个不能说他是不尽到监护责任 因为你说他有病 把他送到精神病医院 这个也是无可厚非 但是徐维认为 他的哥哥并没有履行好他的监护责任 事实上他没有管我呀 他能在管这个人 他监护我什么 我全都是自己管理自己 徐维说他一年能见大哥一面 在徐维心里 当时打官司变更监护人 只想达到出院的目的 那你知道就是说徐维打这个官司 他让他母亲去起诉他的哥哥 其实本来的目的可能并不是希望 他母亲来真实的照顾他 而仅仅是因为他哥哥不让他出院 而变更他母亲以后 他母亲就可以为他办理出院手续 这个你们知道吗 这个我也去经康复医院 我去找过徐维本人 他有这个想法 但是他们的起诉的肃请 就是变更监护权 你请求的是什么 我就省什么 我不可能帮你来去换一个请求 你只不过是想借着母亲的手 来达到你出院的目的 那么在没有一个权威的机构 说你的病经完全好的情况下 他借了这个跳板 如果出来了 出了问题谁负责 他的母亲肯定是不会负责的 你是觉得他母亲实际上很难承担 真实的监护这种职责和义务 母亲有一个特殊情况 年纪已经很大了 75岁 那么由他来监护 究竟能不能行 我们要进行慎重的考虑 最后法院没有支持徐维妈妈的诉求 徐维的监护人没有换成 他出院的希望再次破灭 我感到很意外 我认为这个法院判局是不公正的 为什么 这个道理很简单的 他在监护人的问题上 他没有问过我同意不同意 我的感受是什么 我是成年了 那是不是在他们看来实际上因为你 可能还是跟正常人不太一样 他们认为征求你的意见没有意义 对 我认为这是歧视 我在电话里打电话给他的时候 他还说你们医院很不错的 还可以走走玩玩来 这个难道就是一个人的自由 走走玩玩 在花园里走走就是一个人的自由 他从这个话上面根治 我这里他就是一个歧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其他什么地方都可以走 为什么精神不容易就只能够在这个花园 花园大的地方走走来 对于一心想把徐维从精神病院带出来的妈妈而言 与儿子感同身受 电视机的兄弟也不要 没有一口好良心 我们听说每年年初 大哥会和二哥一起来看徐维 徐维的二哥就在上海 我们也试图拨通他的电话 了解他的想法 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这个寄宿 叫王志然 手机换掉了 你的手机换掉了是吧 那您不是徐复兴 那您怎么出发 过去应该说关系都是好的 但是现在他们两个人穿一条裤子 都认为把我关在医院里好 徐维的官司一多三折 又回到了立安阶段 扯了七个月扯不清的那个问题上去 徐维们的共同困境 你也想出去吗 我到了二十年了 你在这里待了多少年了 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那在你看来 比如说现在他如果是回归社会 可会面临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 新闻调查 难以飞跃的精神病院继续播出 第一次的官司败诉之后的一年之后 徐维又直接提起诉讼 诉医院及其监护人侵犯起人身自由 也就是现在徐维等待判决的这个案子 虽然在去年的五月一日 新的精神卫生法已经实施 但徐维的律师就立案问题 曾多次和法院沟通 那这立案警察局长约你来 约你去谈的时候 主要是谈的什么方面呢 当时主要谈的一个正洁的问题 就是他有没有诉讼行为的能力 我们认为在立案的阶段 被告也没有提出 那么我们还是要贯彻 我们叫的叫无病推定的原则 但是沟通不是很好 法院质疑徐维的诉讼能力 也就是在根本上质疑徐维能否委托律师打这个官司 好在后来法院放弃了这个要求 在等待了漫长的七个月后 徐维终于接到了立案的通知 他收到这张开庭通知的时候 他真的是很开心 但是很不凑吵的 就是过了没多久 所以又取消了 然后又回到原来的问题 还是他的诉讼行为能力的鉴定的问题 就又回到了立案阶段 扯了七个月扯不清的那个问题上去 七个月后 案件又回到原点 但是不做诉讼能力的鉴定 也就没有走下一步的可能 徐维和律师只能按照法律的要求去做鉴定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接受委托 为徐维做了这次鉴定 我们的鉴定意见是 他在表达他诉讼的相关的要求 这个阶段 他的精神活动相对是处于比较稳定的阶段 尽管他整半还是精神分裂症 但是在提起诉讼的阶段 他的精神活动相对是比较稳定的 只是可能残留了一小部分的症状 比如说还觉得有不安全感 有人在跟踪监视他什么的 你们觉得就是不影响他这一项的权利 对 不影响他这方面的能力 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鉴定意见 他还是具有诉讼行为能力的 拿到这一纸鉴定 徐维才终于获得了诉讼的资格 我们开车去接着 他在那个铁门外 老早在铁门外 看到我们的时候跟小孩子一样笑 自从他逃跑了之后 逃跑之后第一次 也自由不出 开庭过后 徐维还和律师一起到餐厅吃了饭 他一上来就不听着说他要买单 什么的 然后我想算了吧 你那点收入买什么单 我中途吃饭吃了半路上 自己就刷卡了 后来他知道了以后 他一定要自己 抓着把钱一定做 追到我们还钱 370块钱 然后我们吃了半路 起屏就走人 他就说剩菜都带回去 其他的病友可以改善一下活势 我想那天对他来说也许是个美好的回忆 今外有这么几个人完全没有心存芥蒂的 跟他一起吃饭碰碑 你们怎么看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可能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意义 原来在精神卫生立法的时候 很多人包括媒体都在宣传病人的所谓被精神病的问题 就是把没病的送到精神病院去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在我们国家不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 倒反而就是住在医院里面出不去的这种现象 非常的普遍 在徐维所在的康复医院 像徐维一样住了十几甚至二十几年 出不去的就大有人在 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对徐维的努力是同情和支持的 你看那徐维 他蛮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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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他的身体状况蛮好的 他的一些讲话都很好的 他可以说是自己有控制能力点 但是好像他哥哥就不希望他出去 所以说这是每个家在这些事情 我们又不能参与进去 对吧 像我们像我们家 我们父母就 我妈就给我探牌讲过来 等他退休 就算身体再不好 也就我们回去 现在新法不是出来的吗 对是的 对吧 就自愿的如愿 就自愿自愿自愿出愿都可以的 那你能理解就是徐维 能理解能理解 打官司 我们我们都都希望他能出去 对于徐维们所遇到的困境 杨卫华主张要建立畅通的司法救济途径 如果说理想的话 我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社会就应该构造出一些制度 一些机构 使得这个被强的这个人 可以很便利的打电话咨询律师 可以很便利的把他的肃请 递送到某个裁判的机构 然后有人认真的来 来回应他这种 回应他的这种诉求 那为什么你要坚持要设置这样一个制度 如果没有这种第三方的法律的这种支持的话 在这个圈子里 这个患者就是最无语的一个 他彻底私语 因为你在一个专业的诊堂面前 你没有任何的辩驳的权力 也没有人来听你这种 听你这种诉求 对于有严重暴力倾向的重症精神病人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是要强制治疗的 但是对于像徐维这样的精神障碍患者 谢斌也认为需要提高社会的认知 避免他们的权力被忽视 那在你看来 比如说现在他如何是回归社会 就是面临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 我觉得说到底 还是对精神障碍的偏见和歧视 认为这个人是不是哪一天发病以后 又会给我们造成威胁 或者一旦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以后 他就觉得戴上一顶帽子了 永远都摘不掉了 所以我们还遇到过 病人好了以后 他回到医院里面来不是要求来随访 是要求我们医生给他摘帽子 他说我现在病好了 你们是不是能够把精神分裂症 这个帽子给我摘掉 我说这个帽子怎么摘了 疾病的诊断 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 就像你原来在医院里面诊断过南尾炎 你不能够说我这个南尾炎好了以后 叫医生把南尾炎的帽子摘掉 不可否认的是 这些精神障碍患者出院后 还需要按时服药 跟踪治疗 一个综合的监护网络需要建立起来 通过这样一些案例了 应该要有一个建立一个目标 建立起社区家庭到医院的整个的一个网络 就使得这对家庭的依赖感要弱一些 你是这个意思吗 对 所以应该要发动社会 另外一个应该政府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来 当然这个到底是政府投入为主 还是用社会资源为主 这个今后都可以去研究的 谭吉徐伟 谢斌认为 从做司法鉴定的情况看 他可以也应该开始正常的生活 因为我是没有这个作为他的精致的医生 也对他这个临床上面的这些情况来不是特别的了解 从我们这里做司法鉴定的这个横断面来看的话 至少说他目前对于这个无论是疾病的症状也好 还是对他的这个行为的控制 包括对他的自身的权益的保护 这些方面的能力来看 应该是可以在社会上能够正常的生活 实际上 徐伟的女朋友经过治疗 病情已经很稳定 家人也愿意把他接回 但女朋友为了徐伟 选择继续留在精神病院 我现在什么人都会有了 我们两个人相认为了吗 原因是 我现在已经收拾了 我现在搞定用了 他在这里 这个是你的套袋 包括我 他把菜省下来吃 省下来给我吃了一个蛋 他自己说的事 只要是自由活动的时间 徐维都是和女朋友待在一起 但是他还是希望出去自由的过日子 还有他的妈妈 你见过你的那个儿子的女朋友吗 对过 他很好 他很贵 他怎么个好法 对你 他带我衣服什么呀都带我去的 帮你洗衣服 还有呢 妈妈要是给我出来 我就跟我们一起过吧 去开庭了 那么我可以问问我的案子情况 我们现在到底什么时候办 你一会儿再打给他办好吗 他开庭 他什么时候开庭结束呢 知道我不太听 这个情况 你再打过来吧 好好好 谢谢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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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